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要说现在国产汽车品牌发展的越来越不错了 无论是颜值还是光头上 都可以和合资品牌媲美 消费者也乐意掏钱支持国货车 不过国产这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就是汽车的核心部件 发动机 似乎一直都是中国汽车行业的软肋 不过今年国产发动机 发动机似乎争气了 还靠着先进技术挽回了面子 这不 咱们国产品牌长安汽车 近期就推出了长安新CS75 不过这次的看点是它搭载的全新蓝芯 280T直分增压发动机 别看这款发动机排量小 感觉逼额档次不高 但那可算是国内顶尖的发动机之一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款发动机的特别之处 首先这款发动机采用了德尔夫 原装高压共勉直分系统 同时还配备了增强脉冲过轮加压系统 在同等排量的发动机中都非常强悍 同时弹速且填系统 还能提高燃油的效率和加速性能 支持起步自动点火 空档弹速熄火等功能 做到了一级多用的目的 其次 发动机的散热换解非常重要 蓝芯发动机采用的是水冷中冷技术 能够达到超级的浅气温度 大大提升了发动机运行的功率和扭矩 除此之外一些细节的地方也考虑到了 比如低摩擦技术 为了增加成价舒适度 在十几项震动噪音指标上严格控制 最大量点还是降属它的高压止喷技术 一个冲程内可以实现 最多5次的燃油喷射 可支持的最高功率达到131千瓦 创造了国内的输出数据新标准 这些创新的科技让我们终于有底细说出 中国放动机也能走出世纪的豪言壮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